星期一的早上,没想到四月这么快就结束了呀 欢迎收听笔友亲红灯 好了,这一题谢谢懂内的朋友 她说小红人气宝工程师王小姐你们好 我是刚毕业才一年的BB 因为母亲当年投资眼光加加上早逝 所以可以拥有不乱花钱就摆烂一身的钱 她说其实也不是很多啦 但是配息一年五十万以上 光配息耶 发疯耶 那很多啊 所以她本人没卖掉 光配一千五十万的话 而且她市值也有在上市 那等于是月收四万多块一个月 对啊 月收四万块 而且她刚毕业才一年耶 月收四万块的话 那大概她有一千万以上 对 因为你要有一千万 你大概一个月可以配息五万块 她可能对一千 一千她五%的话就差不多五十万了 我们这边真是个投资群组 马上 马上推出 硬要推出人家有多少钱 这有什么病 对 然后她说目前因为朋友的介绍 在做学校行政 但我真的恨透了上班 要联络协调很多事 我也恨透了上班 Give me five 卡拉个人没什么专长 毕业科系只是管理学系 很想以后不上班 只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但也害怕如果哪天 如果破产没有一技之长 只能去当清洁工 到底该继续工作到退休 还是可以在家当米虫呢 还有目前想在年底辞职换工作 但因为是朋友介绍 办公室的姐姐对我也很好 每次开玩笑提到离职 他们就会说你要留一辈子 而且她说感觉是认真的 但我真的很讨厌这份工作 到底该怎么提出离职呢 她是不想工作的女人 怎么提离职人气宝 怎么提离职哦 你的人生都怎么提离职的 怎么提离职 之前不是有一次被大家笑很久 那个big girl 哦对没错 big girl big girl故事 那是年轻的时候啦 因为就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 想要离职的话就照实讲啊 你近年来有提离职吗 近年来 还是都是被财 没有 比较是被财局多对不对 对 那工程师你是怎么提离职的 提离职哪需要什么 不需要啊 因为她跟公司的任何人都没有感情羁绊 所以她提离职就直接提了 而且如果像比如说公司的话 就是你会在云端 你就直接去下载那个表格 你就填一填 真的吗 因为我也没有提过离职 我就填一填至少 就是要交出去给老板签名 那老板签名 看是你要先聊天再交那一张 还是先交那一张 老板还是要找你聊天啊 这怎么样你都会跟老板聊到天啦 对啊 工程师你是怎么提离职的 你的之前 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公司的话 你确实就是要走一个制度嘛 但是你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根本没有人拦得住你啊 你想要走就走啊 小公司你也想走一次就走啊 是是没错 可是小公司 对啊 小公司会被那个 比较容易被那个 可是卫流是他单方面的卫流啊 你如果要走 你有什么好不走的 而且讲卫流他比较 就是跟分手一样 卫流就只是比较说 像是比如说像大公司 讲说是卫流 又好像只是说会顺口问一下说 啊是为什么 你就说其实因为我不想做 哦好啊好啊 看你这是HR的工作啊 他当然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走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他的工作 比较情感交流 因为他在学校行政 然后有可能大家都是一些婆婆妈妈 所以只是会被问的身跟问的钱 对 像HR会问一下 哦那你如果这样 哦好啊那你就送吧 那这种就是 一定会被A问 A问完 被去告诉B B又来找他 要把他拉到一角 这样子问他 提字的话 有什么好不能提的 也没有啊 超容易的 可是婆妈 你不要在意他们的情感 其实那个没有什么问题 他因为有情感羁绊 因为他又毕业年 那婆妈会带入说 这是我的孩子 或是我们家的 你知道晚辈 真的一直想要拉到他 说你不应该这样 这样子之类的 那王小姐 你有提离职以后被未留过吗 我好像有 有过但是 你有留下来吗 我有留 大概再多留几个月过 但还是走啦 你离职和想分手的心 都是这么的坚决 没错 可是离职本来就是啊 你做好这个决定之后 你就是执行他 如果被留成功了 他一定是现在 可能有一点 不知道要不要走啦 那我知道了 我觉得他的问题应该是 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我觉得他有这个疑郁 他其实可以去探索一下 他想 他喜欢做什么 我觉得不见得一定是要 有一个 比方说朝九晚五的工作啊 他可以去找出 他喜欢做的事 而且又同时可以 赚到一些钱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 很难吧 不会啊 他被动收入一个月 就差不多四五万 所以他可以尽情的去探索 他根本不缺吃穿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可以先投资 不好吧 不是 我说的投资不是那个投资 投资自己 去学习一些东西 你喜不喜欢什么 或是你可以先去学你才会啊 比如说你如果你喜欢美甲 你不可能突然就会美甲 你就必须要先去上课啊 那你如果喜欢编毛线 你还是先去上课啊 那你想要再创业 或是变成专精的人 你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余裕 就是每个月有这些收入的话 你可以自 就是好好的去上课 投资万一自己 你学了很多东西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东西 我可以走下去 这个东西 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啊 而且你现在有余裕 然后你又年轻 如果你继续坐在办公室 人气宝会气死 没有他梦想中的一切 对没错 你给我去学东西 你给我离开办公室 你就说我不要做 就是那些婆婆妈妈问 你说为什么不做 你就说我不想做 不行吗 要不然就是另外一种 因为其实你要走的话 当然这种你只是虚晃一招 要不然走 就是直接就走了 要不然就是 你真的被留下来 你也就说 因为反正你心里也知道 他一定会留你嘛 那你就说好吧 那我再做一个月 然后过了一个月 你又再提 那人家也不会一直未留 因为对他 这也不是他们的工作 就是他们 对啊 对他有他自己的工作要做 他不会一直专职未留你 所以你如果要再走 他就会让你走了 而且你现在都有感情羁绊 做越久 羁绊会越深 对啊 而且这婆妈到底可以讲 跟你讲几轮 你如果第一次 他们已经请尽全心全力 就第二次你 一个月后 反正你就虚晃一张 一个月后 或是15天后 你又再度离题 他们也是讲到没话讲了 就是要让你走吧 所以就去探索你想要的东西 好不好 接下来进入下一题 他说这题也谢谢董事的朋友 他说他很喜欢比有青红灯 最近还开始重听第二遍 想不到听着听着又要追上 最新的进度了 难道听第三次了吗 他说 哦 他说 他的问题 那可以有可以问他 那个哪一集在哪里 哪一集 对对对 我们有一阵子很想问大家 哪一集在哪里 因为我们想解短影音放IG上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比有青红灯 是有IG的 然后上面有些短影音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收听率可能也不是太好 这样简单的人会觉得很沮丧 所以大家听一下 记得加我们比有青红灯的IG 我们会有精彩片段的短影音 包括 工程师采海域的那一集 哦好棒 很棒 而且那天我们口述告诉朋友 朋友也非常喜欢采海域的故事 大家赶紧去追我们的比有青红灯的IG 好不好 然后他说他的问题是 他妈很想要有孙子 哥哥虽然结婚早 但是四十多岁还不生 我则是三十几岁未婚 老实说也当初也没有想过 生小孩 因此呢 家母会开始哀嚎没有孙子 说很难过 不然就说自己做太多坏事 才会这样 妈妈说我一定做太多坏事 所以我才没有孙子 哦好好奇哦 我一定问他 到底做什么坏事 对对对 说妈你到底做什么坏事啊 对对很想知道啊 对啊 你问一下你妈 你到底做什么坏事 我其实是 我们其实都很想知道 伯母到底做什么坏事 会没孙子 他说他姐姐其实已经有三个小孩 但家母认为外孙不一样 应该怎么劝劝他呢 他是烦恼的人 你爸会叫你生小孩吗 应该不会吧 我爸还好 我应该也要去问问他 做了什么坏事 等一下他是男性 好棒哦 没有男性留言 没有他是女生 他是女生 对 但他如果是女生 那他结婚 生小孩也是外孙啊 真的 对啊 他是说姐姐 对耶 所以他姐姐生三个啊 然后他哥哥没生啊 希望哥哥生嘛 哇 好感谢哦 那如果妈妈说 我一定做了很多坏事 才没有孙子的话 你就问你妈说 妈那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不要快投稿来 对啊 问他 问清楚 我们都只想知道 对 对什么坏事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爸的坏事 我爸最近有就是 因为年纪大了 会比较感性 所以就会想说 要讲一些年轻的 你想要披露你爸的坏事 没有没有我没有要讲 我一定要掉 我一定要掉大家的胃口 冷不防要听到博士 博父做什么坏事 也是有点紧张 但是他突然回忆起过往 真是非常精彩 就这样 对 然后 但是你不会 我不讲 我要掉大家的胃口 好啦 那你就记得问一下你妈 他到底做了 对我要先听你妈的 才要讲你我爸的 对啊 何必 我觉得老人家在念的时候 不要理他 不是就这样吗 而且 而且 听起来就是老二啊 为什么不去 逼老大 要去逼老二 我觉得老二就是最棒的一个位置啊 可是哥哥已经四十几岁了 还没有生小孩 他应该就是没有生小孩的 可是他还没结 当然是哥哥生比较快啊 他连婚都还没结耶 对啊 所以应该 把球丢给哥哥 当然是哥哥要先啊 比较快啊 把球丢给哥哥 然后跟你妈说 现在有很多啃老族之类的 没有小孩并不代表是坏事 有小孩比较累 嗯 很诚恳的 这样好像也不太能够 我突然想到我有个朋友 他的 他某一年发生了一个怪事 然后后来 他妈才跟他谈成说 早期的时候 他爸妈 他爸妈有拿掉过小孩 嗯 然后所以 等一下 你要讲灵异故事吗 有点 然后就 因为我刚才听到 你会救护车的声音 我还想说 为什么会有 就那年他跟他弟 都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就后来 什么奇怪事啊 就是 有些小车祸之类的 然后可能有去问老师 或什么的 然后后来老师有跟他 讲说 可能有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他回去问他妈 他妈才跟他讲这段往事 所以我印象深刻 他有一年 跟他第一期约 在卖那种超金 超金很棒 那你可以拿那个 那个金给妈妈炒 跟妈妈说吗 你做太多坏事 你先超金 我突然想到这个故事 会不会有关联啊 超金我也可以给连结给你 你要把重点放在 你妈妈做了什么坏事上 把他转移掉 叫妈妈超金 要把一些成年的事情挖出来 这样子 你拿一百份金给妈妈说 你超完以后 哥也许就会 嫂子也许就会怀孕 对啊 对不对很棒 超金 真的很坏耶 可是超金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可是长辈 对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这个愧疚感 就是压在妈妈身上 因为妈妈自己说 他做太多坏事才会这样 他只是随口说的啊 他怎么可能真的有做什么 我不喜欢开玩笑 怎么可以随口说呢 他只是要勤累而已啊 我就认真的啊 对啊 你是不是说过 隔壁三姨妈的坏话 就是可能 你有一些事情 心愿未了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 做一些不好事 你可以去庙里 做一些功德 做一些义工活动 他叫妈妈去做义工 可以 让妈妈忙一下 那边就会 就会有变成一组人来催婚了啊 因为他们就会附和他妈妈 你就听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你是老二人 老二是一个最棒的位置 你其实只是 其实说老二其实 一直想说老二 一直想要讲老二 还是他只是想讲老二 对 单纯只想老二是最棒的位置 那你有想讲老二吗 你想讲哪个位置 你想讲老二吗 是个最棒的位置 我最讨厌那个位置 讨厌 踩死他 就是 很讨厌的位置 拧他毛巾 你说讨厌 你要用另外一种口气 那你却要拧他的毛巾 拧他毛巾 好了 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接吻来下一题 他说 亲爱的小红 人气宝 工程师你们好 我在美国工作阿如 第一次留言 给长期陪伴我的节目 感觉好不真实啊 他说 此时此刻 即便今天遇到鸟式的 我还是忍不住嘴角上扬 他遇到鸟式 但他想到他们写信给我就会 就会嘴角上扬啊 好开心哦 好感人哦 他说 他说美国跟台湾时差关系 星期天晚上能听到 比友亲红灯 真是我迎接 周一上班前就熟 没有另外一半的 我听得很开心 希望节目长久 他说 今天送包裹的人 把我的包裹 用丢的方式 找到我的家门 我在屋内 听说 我姐说 美国的那个 送包裹的人 太多多了 都是帅的 我也听过 我姐抱怨这件事情 可是听说 我讲 也是有一些温情 不知道有些人 就是在门口 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听说那个之后 他从此以后 他就是捧着 捧他的快递 你把快递人员的 流动性想太低了 可是我没有 我只是在叙述 我看见的事情 不是我 对 是事实有这样子 他以前 把包裹砸下你的门 结果你有一天 在门口放了一些 甜点和饮料 从此以后 他就双手奉上 他包裹 你是听过这种故事吗 可能还在包裹的额头上 亲吻一下 好烦哦 有一个口红印 他要送上包裹的时候 特别从口袋 拿出口红擦一下 擦一下 亲吻擦一下 都为了要印上这个口红 希望他能安好 这样子 有可能 好啦 他说他在屋内 听到送货员 在我家门前 先是B的一声 他说是登录包裹的声音 然后就听到东西 砸往门上 咚的一声 他贴在门上 开门后 我看我的包裹在地上 他凹了一脚 包在里面的饼干 也碎了一些 哦好神奇哦 天哪 是饼干耶 对啊 他说真后悔 我当初没有找他算账 心里啊杂了一个晚上 好不爽 想问三剑客 遇到这种算小事 鸟事都怎么排解心情 我还上网查了一下 没想到送货员乱人 包裹在美国很常见 有一堆文章和报道 本想在门上装个摄影机 但想一想就算了 题外话 小红家Benson 为什么叫Benson 我听到这个名字 第一个想到是 台大的叶秉承教授 大概就是听到 我听到有猫叫Diesel 第一个想到是柴油烟 他是阿如 Benson是我儿子取的 他本来说要叫John 我觉得John太像人了 嗯 John也不是因为 Benson就不是人吗 Benson像啊 Benson像啊 Benson比较还好吧 John很像人 你说诶 John 你不觉得 但我觉得因为John比较 有点撒娇感 哦John John 你怎么John 你怎么John 对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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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也是John 会这样会太撒娇了 叫Benson比较像一个人 Benson比较 俐落的发音 哦 总之是我儿子取的 其实他有一个中文名 叫常威 嗯 但是那个 因为那个 工程师家姓宋 他们都要送常委 然后我觉得很像一个 政府官员 哦 送常委 什么常委 常委你来了 常委这样 对对对 什么中常委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 不太对劲 所以我很少叫他中文名字 哦 那接下来呢 包裹 你有什么事 我姐说美国包裹 美国的那个 她说她遇到的快递都很恶劣 而且她说疫情的时候 还有人会喊那个 舔那个门把 把她的口水放在门把上 她怎么知道她舔了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新闻报导 有报导这种恶劣的行为 就是自己染疫了 然后要那个 因为 因为要把口水填满门把 要花一点时间 她可能站在手上这样吧 她应该不是含着原的门把 而且如果天气冷的话 她会黏在那 她会黏在上面 对 对啊 所以如果你要 她其实是很用心的 要 如果你一直输出口水 然后用热的把它融化 还是 这也是不容易 应该就可以下来了吧 你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你试试看啊 应该要 一个大嘴去含住 可是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在冬天 她不会先收集好口水 然后到时候都抹布 收集好口水 真的很用心 很难吧 你说用一个袋子 夹练带装的一堆口水 之类的啊 她干嘛现场 然后一直要按摩托一线 是装在喷枪里面 哦对 装在喷枪比较容易 你比较 可是我觉得口水很稠 口水要够多 它才可以喷得出来 要不然 要喊 要吸湿过 要吸一点水 要吸湿过 泡一点水 可能十比一的比例 就她不小心放成酒精 结果又杀菌了 还杀菌 怎么烂死 好烂 我怎么在讲 那如果包 你想的上一次 快递把包裹弄碎了 老实说 我不会生气很久 因为我看到的那个人 也是因为她被摔 外国人 是不是外国人不知道 反正就在外国 她也是被摔 但是她就心里想说 她不要 她原本也想要找她理论 后来她想想说 她可能也是工作 哦肚子在叫太大 哦 有可能她很紧张 对 所以 所以她也觉得 不管她是 为了什么原因 也许她真的 你要 她也是 那个人也可能遇到了一个 人生很不顺遂的一天 或是什么的 所以呢 她就想说 她转化 我不要因为这样心情不好太久 所以她就准备了一些 也许天气很热 他就准备东西说 辛苦你了 那你可以麻烦 我之前是买一些吃的东西 你可以好好的帮我放着 谢谢你 然后这个请你喝 结果从此以后 那个就 我就是帮快递 这样子 额头前一吻之类 所以她就 她就从此以后跟那个快递 因为通常大家都是会 就是那几个会送那几区啦 所以你跟她交恶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好处的确 那你跟 如果她能够好好的对在你的包裹 或甚至你做了这件事情 是让 是可以让她 就是得到今天一天有福报的小故事 她也觉得今天这是 这个人对她生出的温暖 是一个你知道 是一个什么说 小确幸的话 那难道这不能就好来好去吗 要以德抱怨 对 她这样摔你 也许是有什么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也许她赶时间 或者是什么的 不知道 那因为我们最终 也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 那还不如就 你自己也可以化解掉这件事情 因为你为了这件事情 你要想到晚上 心情差到晚上 吃着碎饼干 对 那不如你就把那些碎饼干 分一半给她 你自己吃吃看 不是啦 这样子 就是用一个以德抱怨 温暖的小故事 给她 烤成一个糕点 撒在上面 之类的 那你知道我们以前 在家里 我跟那一区的快递 非常的熟 因为我非常非常多的快递 她都会跟我闲聊 如果我们在路边遇到 她会跟我打招呼 然后我就会看看 她的袋子里头 有没有我的包裹 然后后来有一次 按电影说 我说谁 她说我啦 她说谁啊 莫名其妙 你是不是也遇到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 那一区的好像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对啊 我们不是说她是情人般的快递 对对 而且她不是跟你说 什么时候到之类的 她问你时间 就你如果你在家的话 对 我说我现在不在家 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找你 对没错 情人般的快递 对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讲购物对女人 实在是非常重要 甚至对现在人 男女都很重要 所以也没有什么 你一定会一直买下去啦 所以还不如 跟她当一个好朋友 好不好 不是真的要交心那种 但是我觉得 就是事出善意 事出善意啊 而且她也是可能心情不好 我其实有时候 常常坐在办公室 我在那边吹着冷气 有时候我们同事就觉得 哦我们公司冷气好冷哦 怎么会这样子这样 可是你要想很多人在外面 是骑着摩托车 是没有办法吹到冷气的人 那当然是会吹着心服气躁 我们能够有过冷的冷气 已经算是很不错 你心地好柔软哦 对有时候啦 对老公以外 就是这样 想想她心情不好啦 没事的哦 好的 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到 别有青红灯 请大家踊跃留言 跟关注 然后也给我们五星评论哦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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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